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ABT主谈的YouTube频道啦 那今天呢 终于回到一个非常久没有做的系列哦 赛后观感 那主要讨论的呢 就是英超第18轮赛事 六浦对蕾曼联的榜首大战啊 那最终比分呢 双方是互交白卷的啦 那这场比赛呢 没有进球可以分析 那战术上来说呢 稍微还是有那么一点可以谈哦 不过这期呢 视频主要呢 就是要来讲一下 我个人对这场比赛的一些看法啦 那如果喜欢接下来内容的话 也欢迎大家按下订阅按钮支持一下啦 好那首先呢 先谈谈双方的首发11人哦 那六浦方面呢 Joel Martim呢 是没有及时商与付出啦 那在没有一线中位的情况下呢 Juergen Klopp呢 最后是把Jordan Henderson 再次拉到了中后位的这个位置哦 那后方线上呢 就是Alisson Becker Chair Alexander Arnott Jordan Henderson Fabinio 以及Andy Robertson啦 那三中场的话呢 就是给到了Ginnie Warnolden Tiago 而另外一位呢 竟然是给到了球迷们都 希望他做Super Sub的 Sherden Shaqiri哦 那前场三叉戟呢 依然就是Mohamed Salah Bobby Firmino 还有Sadio Mane啦 好那在曼联方面呢 同样呢 是排除了一套 442钻石的那个阵型哦 那门将David De Gea 那后方线呢 Aaron Wan-Bissaka Victor Lindelof Harry McGuire 以及Luc Shaw 那近期状态不错的Eric Bailly呢 只能是坐在板凳席上啦 那Linda Guire的组合呢 是再一次得到了这个首发的机会哦 那防总的位置呢 就是给到了Fred 那Scott McTominay和Paul Pogba呢 就组成双中场 而进攻中场的位置呢 当然就是给到了核心人物Bruno Fernandez啦 那双箭头呢 这次则是交给了Anthony Martial 以及Marcus Rashford 好那虽然这场比赛呢 是没有任何进球啦 不过我还是要来谈一谈 两队的这个表现哦 好那首先呢 我们就从Lilupe开始 那上半场的特别是前20分钟啦 我觉得Lilupe是打得非常非常的积极哦 那整个半场的几乎都是在控制着球权 而且是有创造出我们所说不少的机会啦 那这里呢 我指的机会是确确实实的机会哦 不像是之前那三轮不胜的 是制造出的机会 其实也不算是机会啊 那我之前在我的视频上面 我其实也有提到啦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就可以点击资讯卡去观看一下吧 好那但是呢 球员们其实都没有把握好机会哦 特别是Lilupe的前锋 Bobby Firmino 那或许有很多人觉得他浪费了机会啦 不过其实我这里觉得啦 他每一颗打门呢 其实都不是在使用他自己的惯用脚 那难免呢 会打偏 打偏这些球啦 那我觉得呢 这一点大概可以理解 为什么他的射门其实都是打偏哦 那至于有了Shaden Shaqiri的中场呢 Lilupe在右侧推进的时候呢 可以看得出来已经没有那么的依赖 Trek Alexander-Arnold的那个前叉 那瑞士人的存在感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在前场持球的时候 其实都是还有保有一些威胁的哦 那虽然Lilupe排出的是4-3-3的阵型啦 不过Shaqiri的前场跑动呢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 在打4-2-3-1的那种主打前腰的作用啊 那我个人认为呢 如果Shaden Shaqiri呢 是可以持续健康的打完本赛季的话 还是有很多时候可以看到他上阵的 甚至是 甚至呢 是可以代替掉Mohamed Salah 或者是Sadiou Mane去主打边缝的哦 好那另一个要谈的呢 就是Tiago啦 那本场是西班牙人 首次在安菲尔德球场出阵哦 那提到传控的话呢 他的表现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亮眼的啦 有几次的盘带些都是做得很好的 其中下半场呢 就有一颗具有威胁性的那个原色打门啊 就是利用自己的盘带技术呢 换过了曼联的防守而形成的哦 不过呢 相对来讲啊 其实可以看得出 Tiago的防守能力其实是没有那么好啦 那利物浦中场呢 在少了Joday Henderson 还有Fabinio的情况下 呃 另一名中场呢 又是Shaqiri哦 那个防守能力呢 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是大幅度下降的 那呃 本场呢 我认为Gini Warnolden 其实是相当相当出色的啊 户球啊传控啊的工作都做得很好 而且与曼联的Paul Pogba的对抗也做得很不错 那最近呢 其实有消息指出这名荷兰人啊 在赛季结束后呢 就会以自由人的身份去加盟巴塞罗纳 那这一点呢 我是特别伤心哦 因为 呃 从加盟至今呢 我觉得Warnolden呢 是已经确确实实为利物浦 贡献了一百 一百二十巴仙 可以这么说啊 那在这里呢 就只能祝福他啦 好那另外呢 想要提到的呢 就是利物浦在没有正统的中后卫啊 那 利物浦的定位球呢 其实都是显得非常非常的危险哦 无论是在进攻上呢 还是防守上 那进攻的话呢 再没有了Virgil van Dijk啊 还有Joe Gomez这种高空真顶能力强的那个球员 Fabinio还有Handerson呢 其实是没有能够与曼联的后卫 那个后方线造成什么样的威胁啦 虽然呢 曼联的定位球 防守能力本来就不太好哦 但是Harry Maguire和Victor Lindelof的高空球能力呢 说起来肯定是比Fabinio还有Jordan Henderson来的要好啦 所以在定位球呢 目前很明显的是利物浦的一个弱点啦 那说到的防守方面呢 就更不用说啦 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啦 就是Harry Maguire和Victor Lindelof的那个高空能力 肯定比Fabinio和Handerson来的好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利物浦需要多加以注意啦 那说到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提到一个老问题哦 就是很多次的打门 但是设阵的次数却没有多少啊 那整场比赛打下来啦 曼联的虽然只有七角色门 却有四角色阵哦 那利物浦打门次数是多于十球的 但是呢 却只有区区的三角色阵 那这一点呢 我看来呢 Jergen Klopp必须要好好注意一下 或许是三叉戏已经累了 那必须要做更多的轮换 或是让Takumi Minamino啊 甚至是Devok Origi或者是Shedden Shagui 这样的球员多一点上场的机会哦 那我相信利物浦球迷跟我一样 已经在很期待Diogo Jota的回归啦 那我们就希望红军可以加油 那解决好这个射门的这个问题吧 好那讲了那么多利物浦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曼联吧 那曼联呢 目前是以37分哦 占据英超绑手 那时隔了那么多年呢 再次成为争贯的队伍哦 那上半场而言呢 我觉得曼联呢 是处于比较被动的 但是呢 防守方面其实做得非常非常有几率 而且高压 实行的高压B枪的效果其实是很不错 那夺回球权后呢 其实上半场很多次都是要利用长传的这个动作呢 去找前场的Marcus Rashford啦 那其实这样呢 我们也是可以很理 我也是可以理解曼联的这种打法啦 毕竟利物浦双中卫呢 Fabinio还有Jordan Henderson的那个速度呢 都不及Marcus Rashford 那再加上呢 曼联有Bruno Fernandez啊 还有Paul Pogba 这两位传球质量非常非常高的中场 那其中呢 在比赛开场前10分钟的 Fred呢 就已经有一颗妙传找到Rashford了 不过当时利物浦的Andy Robertson 是把Marcus Rashford防得非常非常好啊 那曼联呢 就错失了这个进球的黄金 机会啦 那下半场呢 我觉得利物浦整体就有点松散了 那 嗯 曼联呢 是有比较多的这个主动权啦 那其中四角的设政呢 都是在下半场发生的哦 那 虽然呢 嗯 我个人是没有特别特别的熟悉曼联啦 不过这场比赛呢 其实Bruno Fernandez呢 算是又有一点隐形了哦 那 其实一直都有听到 曼联的球迷都在说 近期以来Bruno Fernandez的表现 其实都没有那么好啦 那除了上半场呢 一颗具有威胁性的自由球打门以外 被替补下场前的表现呢 可以说是相当令人失望的啊 那反倒是在转会市场 闹得沸沸扬扬的Port Pogba呢 表现是更加亮眼哦 而且近期法国人的状态呢 其实是比葡萄牙人的那个状态来得更好啊 那 很多人呢 在之前不看好曼联作为 嗯 这个争贯热门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一条防线嘛 因为很多人都说曼联的防线其实就是不太稳定 但是我觉得如果曼联呢 能够像这场比赛呢 这样稳定发挥啊 那争取英超第21座冠军 其实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哦 好 那现在呢 就来谈谈本场最佳球员啦 那我在这里呢 我想要提及两名表现非常出色的球员 那第一位呢 就是曼联的左边位 Luke Shaw 哇 那这场比赛呢 基本上是把 利物浦的右边风 Mohamed Salah呢 是手到死死的哦 那埃及人呢 几乎在前场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而且呢 上半场呢 Luke Shaw呢 就有高达5次的这个recovery run啊 那本场呢 我觉得绝对是值得被赞扬的一名球员啦 不过呢 我个人的最佳球员呢 绝对是利物浦的门将 Alisson Becker啦 那本场比赛呢 一共是做出了两颗非常非常关键性的普救哦 而且曼联的两颗 这两颗打门呢 都是非常近距离的 那要不是Alisson Becker呢 做手龙门呢 那我觉得利物浦肯定是输了这场比赛的啦 那Alisson呢 自从加入利物浦的表现 一直以来都是很稳定的 毋庸置疑 那本场呢 再次超常发挥啦 那我个人呢 我心中的最佳球员呢 就会给到的这个巴西门将 Alisson Becker哦 好那来到了本场最差球员啦 那其实我觉得呢 双方球员在比赛呢 都剔的还不错 不至于用到差来形容啦 或许你可能会提及到 比如说利物浦的 Roberto Formino 就是非常浪费机会 或者说是 Mohamed Salah 有点失水准 那我 甚至是呢 你可以说 曼联的Bruno Fernandez 还有Anthony Martial呢 都算是在本场比赛 较为隐形的球员啦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虽然这场比赛没有进球 那你单看比分呢 可能会被骗说 这场绝对是一个闷局啦 但是我反而觉得呢 这场比赛相对 相对来说 其实还是挺精彩啦 虽然双方都没有进球 不过我觉得 每一位球员呢 其实已经是非常努力的 在表现啦 所以呢 我觉得本场的最佳球员呢 重学啦 好那今天的这个 赛后观感呢 就到此结束啦 因为 也没有太多 进球可以分 就完全没有进球可以分析啦 那节目到了最后呢 我还是会送上 我个人的球员评分 评一评全部球员的表现哦 那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加分享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喜欢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 并且follow我的脸书专页啦 那全部连接呢 都会在下方的资讯栏里面 那我以后呢 还会送上更多的赛后观感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此结束啦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